最近的热播剧香蜜沉沉浸如霜,可是陷入了不小的舆论风波中,先是紧密续凤双修,被不少润玉粉追着骂三观不正,之后又是好几集紧密续凤的露脸绿基地,两人加起来都不到三分钟,而润玉几乎一人撑起整集,更是让粉丝觉得无奈。 为了替男女出讨个公道,粉丝还将相觅男女主戏,愤话题冲到热搜上,不少路人粉都纷纷感叹编剧偏心,就连编剧自己对剧粉的回复,也很让粉丝心塞,不过大家追剧归追剧,还是不要上升到演员真人,毕竟罗云熙小哥哥还是很好的,最近网上再次爆出紧密续凤两人的双修图,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双修三魔戒。 看图中,两人依旧是情谊绵绵,就是不知道究竟是两人和好前还是和好后的灵修画面。 在原著中,旭凤假装醉酒和紧密双修,一直叫着碎和的名字,紧密没听出来,以为旭凤想喝水,紧密轻轻后心痛如脚,跌跌撞撞地跑了。 其实旭凤一直爱的是紧密,只是害怕自己再次被紧密,迷惑,才叫了最何的名字。 两人就这样你虐我虐你,让观众都跟着心塞,不过还好最后的结局是好的,只要是好结局就不怕虐心情解,大家一定能继续追下去对不对,一定要继续支持邓伦和杨紫。